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为带鞋油来做私宜的 好了 我们马上请出女性创业奖的颁奖嘉宾 加拿大特许财务策划师Terry汪宋文女士 好了 我们在这个女性创业奖这个类别呢 一共有16个候选的故事 我们共颁出那两个奖项 先来看一下大屏幕提名的名单 女性创业奖候选名单 李小红 潘杰 黄丽娜 文芳 Jane Tang 朱延玲 王芳 郑杰 王丽 王芳 王芳 好 我们有请Terry来我们揭晓第一个的得奖人 那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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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第一位得奖人李小红 单亲妈妈开门窗公司 很为你高兴和骄傲 我非常激动也很紧张 所以呢 我是一个单亲妈妈 我移民加拿大已经十多年了 我一边带孩子一边创业的确是非常不容易 呃 我想借此机会感谢所有支持我的家人朋友 也感谢我所有的同事辛苦努力的工作 也感谢我所有的新老客户给我生意机会 更感谢我所有的供货商对我的支持 尤其是Sky Rich的黄瓶 这个奖杯应该是属于他们 如果没有他们的鼎力享受 我拿不到这个奖杯 也所有更多的女性 也希望所有的女性朋友 都能自强自力 谱写精彩的人生 谢谢大家 讲得真好 谢谢 好了 秦云 我们请我们的汪女士揭晓第二个得奖人 so the second trophy in female sector goes to 恭喜第二位得奖嘉宾 红斌来自温哥华 红斌是来自温哥华的 她经营费物回收生意 非常的成功 恭喜红斌Fanny 远道从温哥华而来 这个奖 陈点点 也是充满 我觉得我值得这个奖 其实每一个创业的故事 都是艰辛的血和累的 但是每一个人都是坚持很坚强 其实我是一个单身的妈妈 之前那个得奖者也是一个单身的妈妈 我曾经拥有一个连产值 超过一千多万的家园的企业 但是在过去的两三年前 那就是突然的就是 因为家庭的原因 就是突然的就分崩离析了 这个企业突然就消失了 我很感谢我的姐姐 我的两个孩子 我的女 我很感谢她们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给我支持 心灵上的支持 我的姐姐 我记得她跟我说 她说 黑暗来了 黎明还会远吗 然后我觉得 我不能再这样颓废下去 我去看了《心理医生》 我觉得 内心坚强 不能自爱自怨 我们要站起来 我记得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never too late 我应该感谢 感谢我的经历 我这么沉痛的经历 它让我更坚强 更努力去面对生活 更努力地去工作 谢谢大家